明天开始就三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了 天气如何呢 把时间交给立冈 在今天的天气形态来说 中午的天气是闷热的 你有没有感觉到中午的温度偏高 从中部以北的高温的部分 都有到达34 35度的高温 明天开始端午节连续三天的假期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 先来注意到端午节是一个晴朗 而且闷热的天气 尤其在礼拜六 礼拜天这两天 甚至呢 中部以北局部地区的高温 会到达36度以上的高温 塞巴厚呢 有 哪里有 山区的部分会有些午后阵雨 那到了礼拜一端午节这一天的时候呢 有一点点不同 因为西南风会带水汽进来 所以呢 在中部跟南部地区 会有些局部的阵雨出现 下午以后发展的热对流的降雨 会比较明显 周一周二的降雨在中南部增多 到了周三周四开始呢 午后阵雨的状况来说 明显 那降雨的状况会开始逐渐的 在白天晚上的时候会减少一些 所以呢 太平洋高压在周三以后 开始逐渐的影响到台湾上空 礼拜一开始 我们的阵雨在中南部要增多了 我们就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先来注意到北方 封面云带在长江流域的位置 台湾上空呢 你可以注意到整个天气晴了 因为太平洋高压势力伸展过来 今天的午后阵雨只有在南投嘉义台南局部的山区有发展 平地的部分都没有发展 午后雷阵雨 因为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往西伸展 明天太平洋高压势力还是一样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周休假期 只有在山区的部分会有些 三八后的机会 南边有低压 逐渐的往海南岛的方向移动 一估到了礼拜六 礼拜天就进入到广西了 但是整个水汽的输送会因为西南风场 再加上高压边缘也是西南风 带着水汽进来 所以在周一到周二的时候 西半部地区都会有些零星的降雨状况出现 偏向于中午以后 小丁铃两件事情要提醒 白天外出活动防晒工作不能少 另外中午的天机热 你要多喝水 小心别中暑了